傍晚六點多 前方這個路口發生車禍 機車騎士被前方左轉的小貨車撞飛 直接塞進停在路邊的轎車底下 那一部自小貨車因為左轉彎 與執行車的重計車發生那個擦撞 那重計車騎士有倒地有受傷 車禍發生在西湖鎮 張水路和郵政路口 警方表示根據交通安全規則 轉彎車輛必須先離讓執行車 不然發生車禍 轉彎車輛必須負起主要肇事責任 大安新聞彰化綜合報導